频道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之前我们都介绍道教的庙宇 这次我们来介绍调性比较不一样 这次要介绍的是位于新北市储存区的陈天禅寺 这里是属于佛教的禅宗寺庙 主要也是因为三年多没来了 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来谢谢佛祖 更来尽尽心 陈天禅寺的交通非常方便 除了开车也可以搭乘捷运转公车 捷运搭乘板南线到永宁站 从二号出口出来 旁边有公车站 看到有到南天母广场的都可以坐 下车后不仅十分钟就到了 附近的童话公园也是新北市童话祭的热门景点 只是今天来的时候童话都已经凋谢了 这里是山下往陈天禅寺的步道 沿途会经过童话的景区跟长鸟步道 因为这次是骑摩托车 所以我们就不走不道 这里越来越有规模 也更方便可以服务更多的信众 以前都要从后山进去 这里是之前的路庙口 现在整个路扩大很多 也有公车站牌 以前这条路很小 宽度不到五公尺 平日或假日就已经有很多民众来爬山践行 或者是来市里面拜佛 遇到节兴法会 童话祭更是直接塞车塞人 因此 陈天禅寺在民国102年建造了这座桥跟高架道路 在108年完工 全长共476公尺 宽15.5公尺 这条路走起来非常舒服 两旁都有停车阁 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 行动比较不便的信众是非常方便的 这里远远可以看到陈天禅寺的全貌 跟以前的陈天禅寺相比更庄严了 陈天禅寺是一位得道高僧 广青老和尚所创建 老和尚在民国36年来台红法 当时老和尚已经56岁了 这个土地是在民国44年 由板桥的一个信众 构地提供给老和尚跟僧团红法之用 在民国49年新建大雄宝殿 命名为陈天禅寺 老和尚吃得很素 只吃树叶跟水果 因此大家都称他归姬书 当时讲归姬书没有人不知道 顺着路走来 路上的师兄师姐都很客气 对每一位信徒都给予祝福 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自在跟温暖 一上来我们就看到布袋和尚 慈眉善目笑口常开 在旁边我们看到一位师姐也在整理溯源 从背影看她是多么的自在 多么的活在当下 我们刚刚就是从下面这条路上来的 这里是三圣殿 里面供奉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奥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大四日菩萨两位邪士 殿殿的右侧是供奉地藏菩萨 左侧则为 皇亲老和上的塑像 因为里面在念经 我就不方便过去拍摄了 妙方写的这个牌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很有禅宗的意味 五滴本无数 明镜一杯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修行到无声无心的话 万物皆空 根本无需担心落成 更不必时时服事 小时候阿嬷常要带我来这里 请归一叔给我摸摸头 让我可以变聪明 每次来陈殿禅室 都会想起这个以前的往事 皇亲老和上 在台虹法四十年 在民国七十五年元祭 当时老和上已经九十五岁高寿 老和上原本希望在元集后坐钢 练就肉身菩萨 根据四方的记录 是因为后来念及 老和上主持或宣教的庙语变多了 考量肉身菩萨只能供奉在一座寺里 为了度化更多的信众 才决定火化 留下设立子 在元集当时 据说法会天空出现了莲花 火化后大大小小的设立子就有一百多例 陈殿禅室 庙通室 广成室 各供奉三分之一 陈殿禅室在假日会有诵经法会 信众很多 法会时这里都会挤满了信众 因此这些布幕跟投影机是方便信众 都可以看到念诵的经文 可以更念 这里是大雄宝殿 建于民国七十二年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右边是东方药师流离光如来 左边是西方极乐世界奥弥陀佛 共作右边的圣像是韦陀菩萨 左边的圣像是截然菩萨 这里也是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分享给各位朋友 大约十几年前吧 我在工作上遇到一些瓶颈 心情非常不好 当时就跪在佛祖面前 抬头看着佛祖 隐约觉得佛祖在跟我说 你看我经历过多少一劫啊 我还割结我的身体给割力王 我也没说什么啊 不过就小小的挫折嘛 当下我的想法立刻就转念 也是哦 不过就不如意吧 一下就过了 从挫折中学习 让自己更坚强 这也是一近成天事 那尊布袋和尚说的 大度能容天下是 笑口乐节古今丑 现在我只要遇到问题 感到很阿杀的时候 就会想起佛祖当时跟我说的话 幻音殿供奉的是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这尊神像是民国六七年 香港著名佛像雕刻家 王太圣居士的封闭之座 这里是地藏殿 供奉安忍不动犹如大地 净律生命犹如秘障的地藏王菩萨 参拜时看到这个水桶 觉得还蛮触动内心的 原来这个才叫做 撒扫应对进退 寺庙的后面就是 之前的路山口 现在就已经在扩建扩大 布袋和尚本来是放在这里的 我静静的看着这里的师兄姐 他们失误只做两件事 一是安住内心 一是撒扫 真是太平和了 这也是我喜欢来这里的原因 觉得来这里 内心就非常的安住 师兄姐在摆放普团了 应该是等一下要做晚课 那我就不打扰他们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也感谢您按一下订阅 及开启小铃铛 给这个频道一些鼓励 那我们下届妙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